各位先生 大家好 首先我想跟大家说真对不起 因为当初乐志说 要来分享这个并购的事情的时候 我是说不要 然后他说这个就跟上次 因为我们三月也做过一次比较小型的 跟三月一样 你就一样东西一样说就好 我就说好吧 然后看一下那个地点在送人路 我想说可以来吃个一揽拉面 太好了 然后早上过来的时候就在那边走 心里一直在想说来吃一揽拉面一揽拉面这样 结果一上来看这个场景吓坏了 脚软 这个场面实在太大了 完全是不是我想象的样子 所以我准备的可能不是很好 请大家多多包涵 海外并购 我想很多人都对这个很有兴趣 因为并购80%都失败 所以呢大家都想看看说这个经验上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可以借进 我叫做这个叫做不踩雷指标 就是说因为成功的这个模式很难复制 那失败的这个点呢 你只要不要碰大概就OK这样 所以就是大家都想要听一下到底哪里失败 所以当然这一次人家说并购呢 并购是一个那个裹着糖衣的毒药 因为并购之后对于企业来说 你的那个财务合并就突然就很漂亮这样 可是伴随着这个后面的这个整合啦 然后后面的这个沟通啦 然后合并的管理其实是很困难的 那对我们来说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那个 它是一个那个裹着糖粉的麻糬 就还没有吃到甜就已经给到快 就差点椰食这样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百德呢 我们是做那个传统的这个工具机产业 那工具机就是我们叫做黑手 它是一个很传统的产业 但是它就是又是在这个工业里面呢 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 就是不管我们时代再怎么进步 我们永远都需要这个东西 因为说了东西的源头就是这个机器 它必须不管是车子啦 飞机啦 武器啦 电脑啦 手机啦 所以我们的十一柱形要用的都是工具机 那我们公司主要就是生产这个工具机的一家公司 那我们公司是1991年成立的 那到现在为止是30年了 那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呢 在瑞士成立了一个分公司 那原因呢 因为百德一直以来都是百分之百 以欧洲为市场的一家公司 所以那时候我们本来想说在意大利成立公司 可是呢 因为当时的客人就跟我们说 其实他不建议 因为他自己都不太了解意大利的市场 所以他不认为说意大利是一个好的地方 因为他的政治啊 他的法律啊 一直在变 所以他建议不要到意大利去 所以我们就到了第二个市场 就我们第二大市场就在瑞士 所以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 在瑞士成立的分公司 然后12年 因为2009年大家很知道 就是说那个雷曼事件嘛 所以我们发现说我们不可以再把 就是全部的市场都放在欧洲这样 所以开始要开拓一些不同的市场 所以在12年的时候 就会在中国的昆山设立一份公司 然后我们在16年做了IPO 然后18年就开始做 左手准备Bingo Winbro 那在IPO的时候呢 我们就一直在思考说 公司未来在怎么样 因为它是一个传统产业嘛 传统产业的话 就是大家的想法 老一辈的人想法就是说 我就是品质跟服务做好就对了 其他你都不要想 品质服务做好 所以我们公司的名字叫做 QASER嘛 就是Quality Service这样 就有Quality加Service 就是你只要品质做好 就都不用想了 可是IPO不一样 IPO完之后 股东就会要求 然后市场就会对你有需求 说你要成长 未来的动能在哪边 你要怎么做 未来要怎么 做不同的改变 不同的成长 大家要看你 一直要成长 一直要成长 所以那个压力就来了 可是呢 工具机它其实面临了 很大的问题 尤其是台湾的工具机产业 因为台湾的工具机产业是这样 就是我们是在 跟着日本在走 日本德国在走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市场 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价格 可能比日本便宜一点 但是我们的性价比比较好 所以它其实是一直在 Follow就是日本的 德国的做法这样 但是呢 在目前的这个环境底下 比如说大家知道 现在日币很低嘛 就是日币在这么低的情况下 它可能日本从 一美金八十块到 一美金一百五十块 它的企业都活得好好的 那这个range 其实就已经是 四五十%的改变 你对于这个成本的 跟价格的计算 我们其实台湾的机器 根本没有办法跟他们做比较 那我们怎么再去 这样大的环境下 这么困难的环境下 去做不同的突破 那尤其是工具机更困难 因为工具机是这样 就是说客人买了一台这个机器 他用的觉得不错 可是他真的觉得不错 可能是到十年后 他觉得这个机器还不错 所以你没办法说 在一个很快速的情况下 去改变客人的使用习惯 那第二个就是说 品牌也很重要 因为我想我的客人 他在那个工厂的门口 就摆了一台那种 德国的进口机 为什么 因为客户看到 他有德国的进口机 就说这个客户的水准蛮高的 我就可以把工作给他做 但是他事实上 工厂里面都是用台湾的机器这样 就后面都是台湾机器 但是他没差 他就摆了一个 比较贵的机器在门口这样 所以这个也是品牌的问题 所以台湾的工历机 就会面临到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就在想说 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就 这个市场的趋势 市场的趋势 就 大家对于这个 投资呢 开始越来越往欧洲的地方走 要减少 因为像最近的这个 地缘政治的关系 其实也越来越少 往中国投资 那摆的也是 摆的也是 一直想说 那我们要怎么去 怎么去做更好的投资 所以我们就想到并购 那 因为 之前我有跟人家分享过 就是 你如果要 要一棵一百年的树 你自己种太慢了 你要重新做一个 做一个新的市场 你要慢慢地成长 那你倒不如去买一个 买一个新的品牌 但是 但是你去买了这个品牌 就是像你 你买了一棵一百年的树 你要移植 其实它也是有风险的 因为移树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树 移树其实是风险蛮大的 那我认为呢 这个并购呢 其实就很像结婚一样 就是在 在谈结婚之前 就是有点像刚刚 副院长讲的 门当户对 就是你要谈这个条件啊 你要谈就是 要到底要怎么做啊 其实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美货 那婚姻 婚姻其实跟 跟并购一样 它 它有很多 失败的例子 那 这个数据上显示呢 这个海外并购呢 呃 的成功率 失败的 比那个 好莱坞的这个 他们那个明星结婚的这个 那个还要 还要高 就是说海外并购失败率实在太高了 所以呢 呃 我觉得 我觉得并购是这样 就是 你其实是 其实是你可以看到失败啦 但是你看到成功 应该不能说成功 因为 它就是 一直要努力 一直要努力 就是 你没有失败 但是你就是要一直努力 一直努力 就跟婚姻一样 你一直要努力 才可以维持这个婚姻这样 你一直要努力 才可以一直维持这个公司的运作 那 后来 所以我们就找到了这家 Winboard的公司 它是一家英国老牌 它是一个五十年的公司 他们是专门在做这个 航太的引擎涡轮叶片的加工 那 英国的这个 劳斯莱斯的这个 引擎的这个公司呢 百分之百都是买他们机器 因为 他们对于这个 引擎的这个叶片加工 有独门的技术 那那时候呢 并购是在 18年 那时候 17 18年 那时候开始谈的嘛 那那时候 航太其实是 那时候 Compound Growth Rate是12% 每年12%的成长 那 刚好呢 这家公司的老板 他也是建议退休状况 他的二代也不想要结班 所以就讲说 因为我们从12年 其实就跟这家公司有在合作 那我就想说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标的 那我们也IPO了 那未来这个也可以帮我们拓展另外一个市场 这样 所以想说 这个是一个很不错很不错的公司 那我们就 当然就 就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 好 那 那时候我也觉得说 对啊 这个整个 感觉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就是 公司这么赚钱 然后又会想卖 因为一般 其实想卖的公司通常都不赚钱的 但公司这么赚钱 又想要卖 然后又可以拓展我们原理有的市场 那百德 我们是在这个工具机里面是做这个金属加工的 我们叫做接触式窃销 那他们是做雷射跟一电加工 是非接触式窃销 所以是一个 都是工具机 但是不太相同的领域 然后呢 在这样的地方 那我们可以去Synergy 就是他们是走航太 那我们是走 比如说自动化啦 或者是模具加工 也不太玩 领域也不太相同 然后可以去做Synergy 那我就觉得说 这个太棒了 然后就开始启动这样并购的计划 但事实上呢 这家公司 它是一个跟我们摆的是一样大小的公司 所以它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一个决定 那时候我们也不懂 因为我们也算是中小企业嘛 然后小公司 然后也觉得说 这个不错 然后就傻傻的就给它下去这样 然后就遇到了这个COVID COVID的话 我们知道COVID是 整个航太是停摆的 那时候就 哇这个是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因为航太已经没办法做了嘛 然后相伴而来 就是从COVID完 然后我们的这个航运的 航运的费用的增加 然后材料 原材料的供应链的不足 然后到无二战争 就是它一直 就是问题一直来一直来 它没有断的 就一直来一直来 并购完之后一直来一直来 那时候在并购前我想说 我接班 然后有这个并购 我想我这个工作任务完成 每天就是 那时候的策略就是什么 马照跑舞照跳 然后就是这样就好了 反正它会帮我们赚钱 每年compound growth rate 12%开玩笑 对不对 但是呢 就完了之后就是 很多很多很多的那个困扰 所以呢我们就跟团队一直在想说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办 那我很喜欢那个 有七个好习惯的那本书 里面就有一个叫做 以中为时 就是我们大家把它做下来 有点像今天那个 branding的这个一个title 就是reset 大家先坐下来 好好想一下说 那我们到底要什么 我们要怎么样把这家公司 跟我们的公司 去做改变 然后去想一下说 我们到底目标在哪里 那时候我就画了一个什么 五百亿 虽然我们只有 目前只有二十五亿 就是二十倍的成长 就是五百亿 然后开始做一些 要做到五百的工作 那时候我们用的这个工具 叫做Xmetrics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是一个蛮好的工具 就是你可以就是五年规划 从第五年开始 然后规划到你今年的问题 明年要做什么 然后到五年后 要达到什么目标 这样我觉得蛮好用的 那时候就做了很多规划 那当然有市场 有产品 很多很多不同的规划 这样子 那这个就跟今天 比较没有关系 所以就不多说 但其中一项就是 我们讲到说 怎么去把两个公司 做整合 怎么让它变得更团 就是更 更邦定在一起 更 更有 就是更靠近 这样 因为我们变成说 台湾有一个工厂 英国有一个工厂 然后美国有一个工厂 其实是 是很 满满地域上 其实是蛮复杂的 那人员上也蛮多 就变成你有 整个集团有四百个人 但是有可能三分之二人 是外国人 这样就 比较难 难去 沟通啊 然后去讨论事情 这样 我们就在思考说 那我们两家公司 到底要做些什么 才能来改变 现在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这个 QASA Wimbrough Technology 那就在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因缘巧合的机会 认识到台积院 他们这个品牌 非要计划 然后认识到热职 就在讲说 我们现在台湾 有这个品牌 非要计划 其实你们可以参考 然后他们所讲 嗯 对 就是我们 这个是我们自己 自己就是你知道 就用手画出来的 就是 然后 然后 在认识品牌标计划之后 当然就因为这样 认识到Red Pig 也是一个管理顾问公司 然后他们 才来帮助我们说 怎么去 做branding这个东西 就事实上就发现 这个branding 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 就是 对呀 事情不是说 人家想的那么简单 他们就来 然后帮我们梳理一下 我们的产品 然后 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 要从品牌里面 要找到我们自己的 怎么样找到我们自己的 核心价值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机会 就是说 如果没有Covid的发生 其实我们不会去做这个东西 因为就 大家就是马照桃 舞照跳嘛 就是你根本 不用想这些东西 那就是因为 有这样的 这样的 契机发生 我们才必须要去 思考说 到底我们要做什么 那在内部呢 我们就要去讨论说 我们要怎么把 把我们共同的 这个目标 去告诉 里面的员工 然后怎么去沟通说 我们的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然后我们必须要去把 这个策略呢 跟员工 跟外部 也去做连结 这个也都是 都是透过 这些顾问公司 才能 真的告诉我们说 品牌不是 只是一个 名字 放在一起就好的东西 是你必须要 先有这个核心价值 先有这个说 你 你 你公司的这个策略方向 公司的愿景 你才真的 那个logo 其实才会变得有价值 不然它就是放在一起 然后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在 这种品牌的时候呢 也跟了 内部做了很多沟通嘛 那 其中就有一个 蛮好玩的故事 就是说 他们在跟 跟小朋友讲说 我们是做引擎的 这个东西 可能在十几年前 大家就说 哇 这个好厉害 可是现在小朋友就说 做引擎 这个黑手的工作 这个 这是工厂的东西 也不好 但是 但是呢 我们说 没有 我们现在不只做引擎 我们也做了这个 氢燃料电池 氢燃料电池 也是我们公司 在这个COVID 的当中 去 发展的一个 一个 一个新的 新的方向 他说 那 他对于这个绿色 对于这个环境的保护 就我们一直在讨论 这个ESG的东西 他觉得这个有兴趣 就是觉得这个是 企业要做的事情 所以 所以我们就在说 那这个也是 应该要放到 我们的品牌的愿景里面 所以最后呢 他就把我们树立成这样 就是我们 Quasar Group 然后 一个是Winbro 然后我们 Share 相同的Logo 然后 只是在这个 脚脚的旁边呢 一个是红色 一个是绿色 这样 那 因为这样之后 我们就可以 有共同的愿景 然后共同的 预言 比如说 我们梳理出我们 百德是做制造业 所以我们是 Vision Manufacturing 就是我们把 客人他想要 生产出来的产品呢 用我们的设计的方式 我们组装的方式 把它做出来 就是 这也是我们百德 一直以来 从创立的开始呢 我们就一直把 这个作为我们 公司的DNA 就是有客人会 来跟我们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 设计一台机器 可能贴他们的Logo 但是我们帮他设计 那有的是 他有一个 设计出好的产品 可是他做不出来 那我们重新帮他 梳理过 帮他重新设计过 然后帮他制造出来 因为我们觉得 在设计到制造 这个过程里面 有太多太多的关卡 要去克服 不是说我图画好 它就会是一个产品 你要怎么样 让他可以制造出来 这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 需要很多经验值 才有办法达成的动作 那 Winboard呢 他就会变成是一个 Vision Engineer 就是在我们的制造过程中 他把它这个永续 未来对于永续的发展里面 去做 把它的Engineer的元素 加进去 所以整个group的架构 就会变成这样 那我们现在摆的 也是以这个架构 继续往下走 就是说 像我们今年也会开始 陆陆续做一些 比较小的并购 也会用这个架构 继续往下走 那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这个是 机系加工的这个图案 下面他们这个是 有点像这个是 因为是引擎嘛 所以有点像这个 风流的这个图案 那但是是 是有一个相同的这个概念 好 这个就是后来我们做的一些 一些讯息 好 所以我觉得在整合之后呢 我们就有 对于整个企业里面 就比较 比较 贴切实际的这个 这个可以述说的愿景 因为以前我们会觉得说 logo 公司的价值 你好像 好像知道是什么 可是你说不出来 就是我觉得我公司是有价值的 可是在哪里 讲不出来 那经过这样数以后 我们可以就是 很 非常的流畅地跟客户讲说 到底公司的价值是什么啦 我们的愿景是什么啦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啊 那我们所有的公司的策略都可以往这个方向走 就是大家都会有相同的语言 相同的方向 就是你不用给予多额外的指令 当他们在做问题的解决的时候 或者是在做设计的起初 他们就会往这个目标 你设定的目标去做 那所以我希望这个我们摆的企业就未来就是还是要多余在这个ESG上 这个也是未来大家想要做的目标 那这个是经过我们logo完后做的一些改变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以前我们是quality service嘛 那Winboro他们是那个paste value 那最后就变成vision manufacturing跟那个vision engineered 那刚刚这个公司的这个也做了一些改变 我们也特地把我们的R&D的这个环境 做了一些不同的改变 然后工厂的改变 然后一开始做这个文化冲击 因为我们有英国人 有美国人 然后有台湾人 因为我们是做这个引擎加工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那个纸飞机大赛 就三地同时 就是美国 英国 台湾同时 在比赛看谁设飞机设员 然后就是月饼啊 中秋节的活动啊 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我们也 这今年啊 今年我们也是特地把这个教育 列为我们公司这个ESG里面的其中一项 因为我们是小公司 我们不能什么都想做 所以我们就跟 一年初的时候跟大家讲说 我们就选一项做 那大家说好 我们要做教育 所以我们就是这一年都是以教育为基础 来做做ESG的项目 所以我们就有一些体验活动啊 然后这是大家一起合并的展览啊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那最后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前阵子我朋友要出国嘛 我就跟他说 一路逆风这样 然后他就白眼 我说 他说为什么要逆风 他说 因为一路顺风 就是当初古代人 他们在出远门的时候 就是坐马车或骑马嘛 顺风他其实就可以 很容易地走 这样很顺利地走 但是飞机不一样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飞机如果你是顺风的时候 你在降落的时候其实是很危险很危险的 因为你的飞机跑道要更长 你才有办法停下来 那你起飞的时候也是这样 如果你是顺风的时候 他要更多的时间去跑到那个速度才会飞起来 所以其实要逆风的时候 其实对飞机是比较好的 那我觉得这三年是这样 就是大家就是很辛苦辛苦辛苦 然后过了三年 就一路逆风 那逆风三年也就习惯了 就是就会发现说 其实这三年逆风 其实是上天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礼物 就是你习惯了这个逆风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你一直在解决问题 一直在解决问题 那你就可以 比较放松的去面对这些 每一次来的困难 虽然每次的困难 都比前一次的还要困难 但你就习惯了 就会觉得 这个逆风其实也蛮好的 因为前一次就在想 这三年 就是COVID的这个情况 就是银行追着你跑 银行大家要钱 因为公司不赚钱 银行又追着你跑 然后 因为公司也历经了一些缩编的动作 就是媒体 然后我们有国发基金的参与 国发基金会叫来喝咖啡 然后公司在很痛苦的时候 大股东叫你不要买 硬要买 你看这公司快差不多了 就赶快跑 大股东退出 然后国外的我们并购的CEO 跟CFO也看 这个情势不对 我看既然公司都已经卖了 我也钱也拿到了 我就算了退休好了 就CEO也CFO也走了 就这些过程 其实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点点滴滴 心路历程 那可是我觉得 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刚刚讲的 一路逆风 其实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逆风逆风就习惯了 那最后呢 最后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 并购的时候呢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的话 很想要这家公司的话 你就不要买 你如果真的很想要 这公司太棒了 千万不要买 再想一下 好 第二个 对 好 第二个 在最后 我想 等一下 对不起 我看一下我的小套 好 对不对 最后一件事就是 那个 刚刚有讲到嘛 并购 如果跟那个 婚姻 都是有失败 成功的话 要一直努力 所以不算成功 你只能一直努力 一直努力 那 branding也是 就我们做branding 有失败的 但是branding 我觉得没有成功的 就是你branding 做好之后 你还是要一直努力 一直努力 然后 一直努力 一直努力 因为他 你要一直把这个branding 一直往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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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IDA proudly marks a transformative decade for the more than 800 brands we have serviced we've ignited a great reset pioneering sustainabl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in brand building across more than 180 different industries join IDA in this era of possibility where leadership meets digital DNA and brands evolve with a conscience let's reset recharge and rebrand we'll see you next time on the next day